高考临近,很多学子最近感到压力大很焦虑 如何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超常发挥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压力弹簧效应 你知道吗,有压力不一定是坏事 我们面临的压力就像弹簧一样 压力太小,弹簧会没有什么弹力,会让人动力不足 压力过大,会让弹簧受损而失去弹力 考生也一样 只有在压力失踪时,才能发挥出最佳的能力 所以高考前既不能完全放松,让自己松松垮垮,毫不在乎 同时也不能压力过大,焦躁不安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状态,及时进行调整 以保持充沛的精力,迎接考试 2.神奇的心理暗示 哈佛心理学博士让你高考超常发挥 这本书中写道,积极的心理暗示有神奇的作用 尤其是对考试焦虑者,效果显著 在考场上,如果一个考生怀疑自己的能力 就会进行消极的心理暗示 做到有难度的题目时,就更加怀疑自己 从而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相反,如果这个考生相信自己的能力 强烈期待自己能考出优异的成绩 那么每做完一道题,就更加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从而进入一个正向循环 结果会让成功真的发生 这就是心理暗示的奇妙之处 它可以推动个人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极大的激发人的潜能 3.高考前的放松训练 随着考试的临近,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放松训练 让自己精神饱满,张弛有度 这里简单介绍三种方法 1.身心放松法 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坐在椅子上,脚掌着地 闭上眼睛,深呼吸 然后慢慢放松自己的背部 调整后背的姿势 让后背感到完全放松 接下来放松自己的头部 下巴垂到胸前 然后头慢慢旋转 配合呼吸 再反方向旋转 这样左右交替做三次 接下来还可以放松自己的面部等等 这个方法让你放松身心 把焦虑一扫而光 2.60秒PR法 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设计的一种放松法 即每天花60秒的时间来做一个演讲 使用积极肯定富有激情的语言来演讲 这实际上就是在做积极的心理暗示 比如可以这样说 我是有能力的 我的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好 我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我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等等 三.冥想法 心理学研究指出 人在进入冥想状态时 阿尔法波最容易产生 阿尔法波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无限潜能 所以考生也可以用冥想法来放松大脑 以一种舒服的姿势坐在垫子上 闭上眼睛 然后深呼吸 慢慢地吐气 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呼吸上 好了 你学会了吗 今天有彩蛋 大家好 我是林修 有抖音及西瓜视频发起的2022高考季活动开始了 如果你有高考 志愿填报 专业选择 职业发展内容 大学校园生活等内容想要分享 那就赶紧一起参与活动吧 百万流量等你来赢 活动期间也请你为我的视频点赞哦 谢谢大家 最后祝福所有2022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一往无前乘风破浪 考出理想的成绩 加油 好 好朋友